一手算盘,一手官印,一官一商,左右逢源,说这话的人,是晚清重臣李鸿章,而话中评论的人物,则是被誉为中国商府的巨商圣怀轩,作为清末商界集大成者,圣怀轩创办了许多开时代先河的事业,积累了万贯家私,可惜,圣怀轩死后,一直被记忆厚望的儿子圣恩怡, 却没能继承到父亲的商业天赋,最终宣赫已失的圣家轰然倒胎,而圣恩怡也穷困潦倒,落魄不堪,都说投胎是门技术活,那么,拿到了投胎王炸的圣恩怡,为何会从大富大贵变得贫穷落魄,他到底是怎么将一手好牌打得稀烂的呢? 清末民初的圣家,高粱锦绣,富贵逼人,顶圣时期,圣家光庸人就有二百多人,这其中既有像张学良的岳母吕宝珍,这样的员工,也有如宋氏三姐妹之母倪贵珍麦般的痒痒。 万千繁华之下,圣家的当家人圣轩怀却有见不为人知的烦心事,说来圣轩怀虽然先后娶了三房正事,可西侠一只子嗣凋零,前两任太太生下的三个儿子都早早去世,眼看着这偌大的家也,便要后继无人了。 谁料就在圣轩怀烦忧之时,第三任太太庄夫人竟奇迹般地诞下一名男婴,盼子心切的圣轩怀大喜过望,不仅将圣家大院交给庄夫人打理,还专门托人辗转,求慈禧太后给孩子赐名。 或许是老佛爷体谅圣家几次丧子之痛,希望这个孩子能被恩责一养,因此给孩子取名恩义。 不过啊,民间百姓还是习惯私下理管这个孩子叫圣老四,说是老四,其实圣恩义在圣家的地位,相当于是圣轩怀的长子,这让圣轩怀对圣恩义格外看重,一直将他当作接班人培养。 在圣轩怀的重金栽培下,圣恩义先后留学英国伦敦大学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,回国后又在父亲的安排下,进入汉野平公司工作。 不仅如此,由于担心圣恩义在生活上没人照顾,圣轩怀还吃重金,外加刷爆一辈子积赞的人情卡,替圣恩义迎娶了民国总理孙宝奇的女儿孙用慧为妻。 可以说,此时的圣恩义拿着一手好牌,只要整合资源埋头苦干,未尝不能带领圣家再创辉煌。 可惜,一直以来,圣轩怀只顾为儿子提供优渥的生活条件,从未想过让圣恩义感受民间疾苦。 这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圣恩义安于享乐,不仅不愿艰苦奋斗,反而养成了花钱如流水的贵族子弟作风。 圣恩义挥金如土的丰功伪迹,在十里扬厂的大上海可谓是人尽皆知。 上海进口的第一部奔驰轿车,就是圣恩义的手笔。 为了彰显身价,圣恩义还完了把私人定制,将奔驰车换成银的,并且特制了4444的拍照,让人一看到就知道是圣老四来了。 疯狂炫富的同时,圣恩义还不忘变着法子的花式败嫁,她的妻子孙用慧,贤良温柔,精通英,法等四国外语,还曾担任过慈禧太后的翻译。 可圣恩义对此仍不知足,常年在外拈花惹草,仅是抬进圣家大院的一太太就有十一房,与她有过肌腹之亲又没有名分的女子更是不计其数。 妻妾多了,难免会产生矛盾,但这压根难不住圣恩义。 她索性拿出一笔钱,给每个一太太安排了一桩花园洋房和一部进口轿车,并配上成群的男仆女佣,以便金屋藏娇,坐享其人之福。 消息传出,圣恩义更是成了十里洋场无数红粉家人争抢的贵客,上海贪贪财的女人。 个个想与圣恩义春宵一度,圣恩义日日沉醉在绵软的温柔巷中,渐渐觉得单是挥霍金钱婉女人已经不能满足她的欲望了,于是她又想出了抽鸦片的败家新项目。 据文献记载,自从染上烟饮后,圣恩义就再也无心打理汉野平公司的生意。 所幸圣恩义有的事前,她高价请来哥伦比亚大学的同学宋子文担任秘书,将公司的事悉数交给宋子文处理,自己则每天睡到下午三四点钟才起床。 可怜宋子文处理完公司的大小事宜,再紧赶慢赶着去给圣恩义报告,结果常常遇到圣恩义还没起床,宋子文不得不哭坐在客厅里。 一坐就是几个小时,直到圣恩义睡醒才能进屋汇报工作。 而圣恩义对公司业务显然并不放在心上。 宋子文汇报时,圣恩义经常连床都不响起,就躺在鸦片榻上随便听听,在草草批几个文件,就赶紧穿衣出门,直奔赌场逍遥快活去了。 当时的上海滩,赌注大多是现金交易,圣恩义有时想要好赌,却现金不够。 只得派人去银行取钱,可银行下班很早,圣恩义又起床很晚,经常是圣恩义想起派人取钱,可银行早已打烊了。 若是换成普通人,可能只有老老实实等到银行第二天开门再说了,但圣恩义想要取钱就容易多了。 他只需不慌不忙在屋里转上一圈,随手拿起家里一件古董,派人去当铺换了钱,就能高高兴兴跑去赌场移植钱金了。 待到第二天银行开门后,圣恩义再派人取钱来赎古董。 虽然这一夜之间会产生不菲的差价,但有钱任性的圣老司又哪里会在乎呢? 更令人无语的是,圣恩义在赌场里赌上了银,竟然跟另一位豪门公子,晚戏军阀,卢永祥之子卢小家叫上了板。 一次,两人为争夺上海第一扩哨的名号,竟然让赌场老板找了一份地图,各自圈地而赌,上演了一幕败家大戏。 卢小家当场将将这一带的大片良田美宅圈出来当赌注,圣恩义不甘示弱,大笔一挥将上海的北京路,黄河路一带的一百多套洋房别墅圈成了赌注。 这场惊天豪赌,最终以圣恩义落败告终,只可叹,圣轩怀打拼大半辈子的家业,就这么被儿子拱手送人了。 靠着这样的败家业绩,圣恩义很快花光了父亲留给他的遗产,为了维持生活水准,圣恩义又将主意打到了圣氏义庄上。 原来,圣轩怀临终前,在圣氏义庄放了几百万两银子,成立了一个类似于家族信托基金的金融产品,规定凡圣氏子孙,遇难时都可以来义庄支取一笔应急款项。 按理说,圣恩义囊中羞涩,本可以来义庄领钱,但他觉得领一点点钱不过瘾,便拉拢了几个子支,一番胡搅蛮缠愣事把所有的钱全部取了出来。 就这样,圣恩义一下子分到了六十万两银子,但这些银两依旧无法长久维持他奢靡的生活。 无奈之下,圣恩义指得先变卖家中的古董、珠宝、房产等等值钱的东西,接着又变卖了笔墨纸燕,乃至自己的西装皮鞋,指导家徒四壁,一贫如洗。 昔日的朋友,见圣家彻底败落,纷纷离圣恩义远去,晚年的圣恩义,家财散尽,有次路过襄阳公园,想要进去看看,却翻扁全身也凑不出一张门票钱。 至于父亲单独留给他的踢几钱,也被他败到只剩留园一处堆杂物的门房。 上世纪五十年代,圣恩义在那间狭窄的门房里刻然尝试,临终前,圣恩义已经食不果腹多日,他的一个穷朋友好不容易弄了碗稀饭去看他,此时圣恩义已经吃不下东西了,可他还是看着朋友说,要是再有块肉该有多好啊。 谁能想到,当年挥金如土的民国贵公子,最后的愿望竟然是能吃口肉,少年时的猪楼锦绣,中年时的猪为翠绕,到底在这风起云涌的乱世里,化为晚年的孤寂困苦,无情地嘲笑着人性的荒唐与悲凉。 以史为静,可以知星体,以人为静,可以明得是,订阅我的频道,我们一起从历史中进步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